不过说到头刀 老师其实这咱们红台不来 我们头刀如果是说在这段时间 刚开会开刷 这红台前了 我们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下什么准备 因为头刀在这两年的介绍还算不错 我们很少听到 可能就是这次的休息 如果这次的台风 我们不稍微做一点点 事先或是事先的准备 事先的预防 事后来做一些弥补 做一些挽救的工作 这些可能又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 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坎坷 是 其实头刀要来 如果是对头刀来说 最怕其实是水 风的部分 因为它包在里面 刀要不太严重 现在主要是都怕水 水如果去嘟到 尤其嘟要开会 嘟到会 嘟到会 还是说要嘟到不太嘟到会 嘟到会 就这样搞瘟到会 嘟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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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 都堵住了 因为在开会的时候 是要消耗很多能量 政府在消耗能量的时候 是靠近 它的一个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因为我们日常政府在床的时候 它会把营养粉放在基条 放在它的金布的地方 现在开始开会的时候 营养粉都要供应 给灰去生中 所以营养粉在供应的时候 就要开始 因为灰是一个消耗能量的 一个东西 所以那时候 透气性就很重要 空气 气体的交换 所以金布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到 不能让它去堵住水 所以最重要应该就是 方法要来去顺顺的 同样是阿博也说的 那就是 我们火灯火候都是一二三 火灯的时候 第一就是先顺顺 这个白水有什么去堵住的 没有起床 暗康里面有泡泡 或是宝特瓶 这去浪浪 清清看看 顺顺的 大家可以做会和这个工作 稍了解一下 尤其那在河边 没有在河底 但是在河边这种的 这也是都 最好是都会把它撞住 没有这都很危险 白水 还有金布的部分 在我们进境 可能是可以先有的人 一般来说就是 如果有消化去堵住水 我们就是可以先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维他命米 这个土开始就要打 水败掉了 然后金布用一些米群下去 挂荣林菌 这也是有的人 我们一个好朋友就是 它是土可以下来打 这很多要注意的就是说 有的人是很快 浪败就下去聊 这其实没说太好 因为这个金 金 砸到水的时候 它一部分的普遍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 土要不要打一下的时候 还没黏膠的时候 你就去打一下 对金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也不用担心了 这有很多工作就是说很重要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刚才好 这站刚才好 要开灰 我们刚才好 要先做一些这些气味油 还是说这个油 在这个时间刚才好 你就可以加一些对它开灰 较有较有的帮助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在我们有几个种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搜尋 看要用品 用一点点玉米酥 灰蒸 我们现在看那个阶段 如果刚才要开灰 你就用一点这个玉米酥 如果已经在开灰 就用这个海草萃出的这种性粉 让它生它的灰痕的活力 变得更好 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可以这样用 可能就多一点点的保险 但是最主要是 后边的这个处理 这是更重要 后边就是说 水一定不能堵到 这水如果要堵到 这头刀就下了 这最怕的就是这个堵水 所以我们排水第二罐头 过今 又来北汤海的这个风地 尤其在这个风太 或是说大水过后 如果是风比较多 风比较多 我们有时候一些这种酵 比较容易散破 其实头刀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细菌性软腹病 还是症状 但是它如果是太多工 它有时候这个北汤 会更容易起来 但是北汤是比较多 因为现在差不多在 10月 这家国力10月 这家 这家是要 没说天哪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 它有可能 有可能的这个北汤病 会更容易起来 所以我们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在这个风太后 尤其它有两种症状 这边海在风地的时候 就是说你现在先陈老朋友说 就是说你先注意到 它有一个是 更容易疫病病 最少是没什么地方 因为搭伤搭伤就没疫病 但是它有可能在落后 平常很少 很少看 那我们在做疫病 它是含有当时 因为在用的这个油 这个油就是含 含我们通常是 像这个四立本情 加这个亚托民 这很多现在都 甚至有空好做好的 这些油在给你用 你如果不然就是要两支来搭 这肚子也好 对吧 疫病也好 所以我们一支就好了 一支这个疫病 我们就是把它勾掉了 所以这亚托民的部分 你稍微来给他注意一下 那如果是说它的那个 因为那种亚扑 在土甲面 在脏头 那种脏的 更脏的管顶 会这样白时白时 那种是疫病 那有一种是在土甲 你在土甲有看白时 哇 那就很难知道 土甲有看白时 就是白犬病 这白犬病 就是胡多凝 扑美凝 这两种油就不一样 那两个性质不一样 所以你要勾到好事 之前有很多的说 我就做那么多 胡多凝也做 扑美凝也做 医普通 被分替 它在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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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它的效果都不好 我说你才有做的这个疫病 因为它不看白犬 它就说白犬 但是它那个疫病 如果是荷水质 在疫病 是在关顶 关顶一点 那是土甲面 在土甲 有时候在土甲底 在筋头 那是白犬病 那是白犬病 那是没有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在疫病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两个 有一点的差变 下来 土甲面 如果没有什么 都会搭 三不二十 又多三十 五十 五十十 白犬病 很厉害 对 所以有的人在灌头 的时候 就心疏 在这个 在环中 有一个我们的先輩 他的做法很好 他说 阿婆 你说的灌头 没人疼下去 我说 土甲像在灌头 他就说 对阿 我说要灌头 没人疼下去 他就是在灌头 他说我灌头 我就是在灌头 我就是在灌头 其实他在噴 是我们在说的灌头 不过了 过了是一磕一磕 一磕一磕 看这样倒 他不是啦 其实他就是说 算不要打那些蚌 不用一蚌 要大厚 要打得更薄 我们在这个 尽量站在灌头 尽量站在灌头 因为那蚌子都由藏起来 所以藏起来 所以藏起来 因为这虽然 才有这个异性性 但是 你如果是直接 可以控制在部位 就会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 土甲 可能是这个灌头 可以去注意 一个接受 那如果是进境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这个是很少 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 逢后进境 不要落肥 所以 这烤蕾是很难 看灌头来 我们肥就会停 我这渣度要落肥 先停起来 先停起来 但虹胎过得更爽 因为你正常说 烤蕾的 虹胎如果没有进去 那如果进去 让水更多 那些肥都溶去 只要去生起来 不然 每天都要抹打 所以 所以 逢后进境最好 是不要落肥 不要落肥 我们过去 肚子给你 要比较爽 会走一 那时候肚子要湿湿了 不要沾咬 要走一 那时候我们去烤一层 那现在让它 烤完后 肚子给它 稍微拌一下 拌一下 它就多少浓一层 那我们要喝水 咱咱咱咱咱咱 再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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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在喝水 就是半厚水 不要含太多 这样起来 通常有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 在这个操作上 要稍注意一下 在哪里 还没人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